第六章 主Krishna说 因尽义务而行为 没有考虑其结果的人 是真正舍弃行为的人 也是真正纯真的人 不点燃献祭之火 或者避开一切行为的人 则不是 阿珠娜 舍弃事实上就是人所谓的正道 凡是不舍弃一切欲望的人 都不能成为纯真的人 对一个寻求灵性诚实 至最高境界的责任来说 练习是唯一的方法 当他达到了那个境界时 他必须刻起自知 内心平静 使自己留在那里 只当一个人生气放弃了 开始行为的念头 既不关心感官对象 又不考虑自己行为 可能带来的结果时 他才真正达到瑜伽之境界 他应该依靠自己的心灵 寻求解脱 他应该永远不淀入自己的心灵 因为他的心灵是他唯一的朋友 然而也会是他的敌人 对一个依靠心灵 而克服了自己低劣本性的人来说 心灵是朋友 但是对一个不能如此的人来说 心灵是敌人 一个克服了自己内心获得宁静的人 他的心灵不会因冷热苦乐融入而受影响 一个只可目智慧和灵性的了解 制服了自己的感官 并且把土石金玉看成一样的人 是个真正的圣者 他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不论那个人是爱人朋友或敌人 是漠不关心或是心怀敌意的 是外人或亲人 是好人或坏人 练习瑜伽的学生 应该不断地努力聚精会神 他应该离群所居 控制自己的身心 既无欲望 又无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应该选定一处圣所 坚定地坐在座位上 座位不高不低 上面铺着一张草席 一件露皮和一块软布 他应该这样坐顶 聚精会神 秉除杂念 控制住感官 沉思冥想 使他低劣的本性 得以进化 他应该保持身体 头部和颈部端正 稳定不动 两眼应该凝视鼻尖 不左骨右盘 他的内心宁静 没有恐惧 遵守独身的誓言 专心一致于我 这个学生 应该全身贯注地 沉思冥想着我 他常常以这种方式 和与我保持心灵的交通 并且制服了他的思想 并会获得那属于我 且最后会使他解脱的宁静 饮食过量的人 不敬饮食的人 时常沉睡不醒的人 或时常醒着不睡的人 都无法沉思冥想 不过 对一个饮食和娱乐有节制 行动睡觉清醒 都保持均衡协调的人来说 沉思会驱除一切的悲伤 如果一个人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心灵 凝身于自我 没有一切世俗的欲望 他便是个真正纯真的人 明智的人 克服了自己的心灵 并且全身贯注于自我 就好像一盏灯 放在避风的地方 火焰不会摇曳不定 一个人借助于 自我看见自己的全部个性 他满足地住在自己的自我里面 由于他的心灵与上帝合一 而克制了心灵的活动 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的心灵获得了安息 如果他享受到无上的喜悦 这种超乎感觉 只能由纯粹理智把握的喜悦 并且如果他在自己最高自我里面安息 就永远不会脱离真理 如果找他到自己的最高自我 就会明白 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如此珍贵 他一旦在那里定居 再也不会受到 这种从内心断绝悲痛 就是瑜伽 要断绝悲痛 人必须有决心 有毅力 不屈不饶地练习瑜伽 他应该弃绝想象 所孕育的一切欲望 借着心灵的力量 从各方面控制感官 他应该借助自己坚韧的理性 渐渐得到内心的宁静 而且他应该专心于自我 不想任何事物 当他反复无常 摇摆不定的心灵 徘徊在歧路的时候 他应该克制住自己的心灵 使他再回来效忠自我 至高无上的喜悦 降临于这样的一个哲人身上 他的内心得到宁静 他的热情已经平息 他没有罪过 并且与绝对者合而为一 想这样没有罪过 永远居住在永恒者里面的圣者 由于认识无限者 而毫无非力地 享受到至高无上的喜悦 体验到生命是一体不可分的人 会在众生之中看到自己的自我 在自己的自我中看到众生 并且对万物一视同仁 一个在万物中看到我 在我里面看到万物的人 我绝不会理及他 他也不会失去我 一个明白生命是一体不可分的 并且在敬拜居住在众生中的 我的责任 无论他的境遇如何 他都在我的里面 阿珠娜 如果一个人 接受众生与自己一样 也具有自我的教训 他就会处处 看到同一个自我 不管外形 是令人愉悦或痛苦的 这样的人 是个十全十美的圣者 阿珠娜 由于我心乱如麻 我不知道如何达到 你所透露的内心泰然的境界 我的主 真的 人的内心混乱不安 又顽固不灵 就像强风一样难以驾驭 主Krishna回答 臂力强大的人 人的内心变化无常 的确很难控制 可是 昆提的儿子 靠练习和舍弃 这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如果一个人 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 他就不可能认识自我 但是 对一个适当方法 努力学习控制自己的人来说 就有可能 阿珠娜问说 如果一个人 无法控制自己 不能专心于灵性的沉思 未能达到圆满 但他仍然充满信心 我的主 他最后会怎么样呢 我的主 一个人既不能客气自制 又不能练习瑜伽 他 是不是就没有希望 好像一朵破碎漂流的云 在灵性的道路上 消失不见 我的主 这是我的疑惑 请求你一次完全把它去除掉 因为除了你 没有人 能够消除 这个疑惑 主 Krishnam回答 我亲爱的孩子 凡对我有信心的人 不论在今世或来世 都不至于灭亡 行走正直的道路 不会遭遇厄云 在心灵的道路上 犯了小错的人 进到正直的人 居住的世界 并且在那里过了很多年之后 会在降生于纯洁慈爱繁荣的家中 或者他可能降生于聪明的职人的家庭中 虽然这样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更加难得 他前身所得的经验会在兴起 借此他会比以前更热切地努力追求圆满 他会不知不觉地重蹈前身的步伐 因此努力认知心灵意识的人 必定胜过光说不做的人 这个练习瑜伽的学生认真奋斗 他的最前就会得到进华 这样经过多次的转世再生之后 他获得了圆满 并且达到了至高者那里 智者胜过苦行者 也胜过学者 也胜过行为者 因此阿珠娜做个智者 在所有练习瑜伽的人当中 我认为最优秀的是那充满信心 敬拜我 并且住在我里面的人 以上是圣典伯切范格 奥义书之一 至高圣灵的学问 自我认识的义书 主 Krishna与阿珠娜王子的对话的第六章 名为陈思瑜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